十四號一艘中國籍漁船 在金門海域越界捕魚 不幸翻覆造成兩死事件 家屬預計在二十號上午 在泉州紅十四會的陪同下 到金門接回兩名罹難者 處理相關的善後事宜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可以看到海巡和金門紅十四會等相關人員 已經在現場等候 等家屬抵達將先前往殯葬館 根據瞭解意外發生後 海基會有先發函給海協會 說明整起事件表達哀悼之意 同時也提供必要的人道協助 但兩會之間人維持已讀不回 但是是有處理的默契 目前主管機關已經安排 兩名留置的中國籍人員 在二十號依法遣犯 希望整起事件趕快落幕